字幕秀 杨茜茜 哈囉 大家好 我是Derek 我自己是芳芒的設計師 那我自己從承擔建築畢業之後 就想要有自己的文創相關的品牌 我大學的時候其實就累積蠻多的畫作 那我在想說 我應該把它用在什麼sounding上 可以讓更多人知道我的畫 我的創作這樣 其实 吉诺爱乐当初我会做出来是因为 我想要设计耳机套外面的图案 那时候其实我就在想说 我们平常播音乐 好像是因为我们的情绪决定 我们要当下想要播什么歌 当下是开心的 就会想要播开心的嗨歌 那如果难过的话 我可能就会想要播一些 其实就会说悲伤的歌 是有四个小精灵住在 那个耳机套里面的感觉 每一次在收厂商寄来的货 我都觉得好像在开那个 看多大的盒子 对 因为它每一次的颜色都差很多 所以一开始我光是克服 厂商品质这件事情 就花了蛮多的时间 就是因为喜爱乐这个角色 然后其实不只一个 就是可能他们有忧郁症 或者是情绪比较不稳定 然后他们就会说 因为看了我的图案会觉得很疗愈 或者是觉得更可以接纳自己的情绪 就是让他们内心比较平静的感觉 我们一开始是手机可乞加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的策略是 我们就做3C的周边 然后这两年又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才慢慢找到一些疫情会用到疗愈的效果 我们其实在Instagram我们有一个许愿池 就是使用者粉丝可以直接在上面留言 他想要什么商品 那我们会积极地参考这个面向 我们Instagram账号里面有很多相关的Wheels影片 有跟粉丝做合作 他帮我们做拍摄 我们寄给他商品 后来我发现很多包含菲律宾 印度甚至是奥地利等等粉丝 他们也在认识我们说可不可以 海外的他们也可以帮我们做拍摄影片的分享 其实我们现在也都陆陆续续在做类似的维画 应该是人人都有虾皮 但我其实之前就蛮缠在上面卖一些二手以上的 所以整个操作跟体验还有流程是蛮熟悉的 我觉得可以帮到他 然后去享受试试看这样的 从刚加入虾皮到现在 我们订单大概原本从100单 可能到现在是1000单 大概是10倍的成长 营业额部分 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们大概是6倍的成长 我这边觉得是CPaaS的协作广告 CPaaS的站内广告还要更有效 可以用我们的开箱影片 搭配特定产品去做广告的布光 再加上他会提供虾皮站内广告回客金 让我们可以更大胆的去做广告的布局 以及曝光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 虾皮造极的活动 真的很明显我们每一个月营业额就是 大出那几波就特别高 大概七八倍 惊讶 就是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我那时候觉得虾皮竞争很激烈 然后可能一般人就是想到文创不一定联想得到虾皮 但卖出低贱的时候就觉得 真的还是有人会因为喜欢我的创作 然后够 虾皮文创馆的推出是我们会有 特别某文创馆的专属活动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自己的理念是 我很希望我的创作是很疗愈的 然后大家看到会觉得很舒服很开心 然后我也希望我的创作可以进到大家的生活中 疗愈大家的日常 其实你大量的去画图 然后丢到市场上 让市场去验证说 这个图是不是大家喜欢 我觉得是最快速的方法 所以我觉得就一开始 可以先少量的去做 可能成本比较低的商品 不要因为大家可能不喜欢你画的这个图 就感到很挫折或很挫败 因为有可能你画的下一个图就是 大家会很热爱的抱贴 就是不要放弃创作 自己的一条路会慢慢走出来